我在慈禧身边的日子 零七 宫中所事 二 作者 德灵公主 王秀丽 船靠岸的时候 我看到了太后的黄色轿子和几顶红色的轿子等在岸边 我们上岸后走到轿子边 太后上轿坐好 我注意到 这并不是早晨使用的那一盛轿子 这个要小得多 当然也是黄色 有黄色的轿杠 有两个太监来抬 他们肩上跨着黄色的绳子 轿子的四脚由四个太监扶着 正准备起轿的时候 太后说道 于福晋 我今天给你和你的女儿们破个例 给你们用红绳红轿 这我可是很少给人用的 皇后示意我们 我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口头谢恩 于是照办 等着太后启程后 我们去找自己的轿子 令我吃惊的是 负责伺候我们的那几个太监 正在我们的轿子边等候我们 我注意到 一根轿杠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便向李公公探听 她说 这是太后昨天晚上吩咐的 成轿上山非常有意思 太后的轿子走在前面 皇后的轿子跟在后面 我觉得顺着那条路上去肯定十分危险 后面的轿夫必须把轿杠高高举过头顶 才能在上山的过程中维持轿子的平衡 我非常紧张和害怕 总是担心他们会摔倒而伤到我 我们的太监走在轿子的内侧 我对其中一个说 我担心轿夫们会失手 他告诉我 往后看看 我回头一看 大吃一惊 我的轿夫们也已把轿杠高高地举起来了 而我完全都没有感觉到 那个太监告诉我 这些轿夫训练有素 完全不会有危险 我回头时 还看到其他女官的轿子 就跟在我的后面 那些太监和丫鬟们全都在后面步行 以防我们万一跌落 随时准备救援 最后终于到了山顶 我们帮助太后下轿 然后跟着她进了轻妇阁 这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 最漂亮的建筑了 也是义和园所有建筑中最好看的一处 这里只有两个房间 四面都是窗户 站在里面可以俯瞰周围的一切 太后将其中的大间用来用餐 另一间作为更衣室 我发现不管走到哪儿 都有太后的更衣室 太后领着我们四处观看 指点我们看那些花花草草 这时候一个小太监来告诉我说 太后的茶点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我第一天开始接触实际工作 我走出去看到了两个大石盒 里面装了很多种甜食和水果 我把他们拿到太后旁边的方桌上 每次拿两盘 拿了九次才拿完 太后正和我母亲谈论花草 我发现尽管她在说话 但是依然在留心观察着我 我很谨慎地摆放着盘子 之前我已经注意到她喜欢吃什么了 所以就把那些放在她进前 她笑着看着我说 你做得很好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呢 有人告诉你吗 我回答说 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是因为之前留意到了 老祖宗喜欢吃什么 太后说 我看得出来 你处处都知道用心 不像我周围那群人 脑子笨得还不如鸟 她说完就开始忙着吃了起来 还给了我几块点心 并且告诉我 可以当着她的面吃 当然我没有忘记谢恩 多谢总比不谢好 我就是这么想的 她告诉我说 我给你这些小东西的时候 你不用磕头 只需要说谢老祖宗赏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 她吃完了 吩咐我把剩下的撤掉 她说 今天是你当职 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了 拿出去坐在走廊上吃吧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剩下的东西挺多的 如果你喜欢 就吩咐太监 拿回你的房间去 我把那些碟子 收拾回餐盒里 拿到走廊里 摆在桌子上 让皇后也吃一些 我不知道这么做 是否合适 但我想 事事无妨 皇后说 没关系 她正想吃一些呢 我拿起一块点心 刚放进嘴里 就听到太后叫我的名字 我匆匆走进去 发现她已经坐在桌边 开始吃午饭了 她说 昨天 波兰考夫人还说别的了吗 她真的高兴吗 你觉得那些洋人 真的喜欢我吗 我不这么觉得 我反而知道 她们根本没有忘掉 光绪26年的权乱 不过 我丝毫不讳言 我还是最喜欢 我们的老规矩 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要采用洋人的方式 有没有外国的夫人 跟你讲过 我是个凶巴巴的老太婆 太后在吃饭的时候 把我叫进来 问我这样的问题 让我非常惊讶 她看上去非常严肃 似乎正为这些问题烦心 我肯定地告诉她 没有人讲过她的坏话 所有人说的都是她的好话 那些洋人总是说她如何美丽 如何高贵 如何高贵如此等等 这似乎让她高兴了起来 她笑着说 他们当然会对你这么说 夸你的主子多好 只是为了让你高兴罢了 不过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我也不想太操心 可是我也讨厉看到现在中国这个穷模样 虽然我周围的人全都安慰我说 几乎每个国家都对中国很友好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真的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也能强大起来 吃完午饭 我就一直跟着皇后 因为对我来说 一切都很陌生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是否要去陪太后 发现别人嫉妒我后 我就更加适事用心了 绝对不让自己的工作出一丝纰漏 好让他们没有任何机会笑话我 我不会让他们有任何机会 我听到太后 正在对掌管原意的太监说 有些枝条应该修剪了 责怪他们太懒了 于是我们走到他身边 他对我们说 你们看 我什么事情都得亲自操心 否则的话 我的话都会完蛋的 我一点都不能指望这些人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用处 他们应该每天四处看看 把那些裤子都剪掉 他们真是几天不受罚就会难受 然后他又笑了 既然他们想要挨打 我可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想 这些人简直是白痴 竟然会盼着挨打 但我也好奇 到底是谁会来打他们 太后对我说 你过去见过这种场面吗 我对他说 小时候在杀石柱的时候 看到过衙门里面打犯人 太后说 那不算什么 那些犯人的罪过 还赶不上这些太监们的一半 这些人理应受到更重的惩罚 太后说 我应该跟他学玩头子 因为他一直凑不够人来玩这个游戏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刚才他吃饭的地方 大房间中间有一张方桌 还有一把太后的椅子朝南放着 南是太后最喜欢的朝乡 太后落座以后对我说 我来教你怎么玩 你觉得你的中文程度 能看懂这张地图吗 我注意到 桌子上摊着一张和桌子相同尺寸的地图 是用很多种颜色画成的 地图中间写的是游戏说明 上面说 这个游戏叫做八仙过海 所谓的八仙是指 吕洞宾 张国老 铁拐李 韩香子 蓝彩和 曹国舅和汉忠离这七个男仙 还有何仙姑这个唯一的女仙 这个地图是中国的地图 上面标了不同的省名 另外有八块圆形的象牙牌 直径长约一英寸半 厚约四分之一英寸 上面各刻着一位神仙的名字 这种游戏可以八个人玩 也可以四个人玩 八个人玩的时候 每人一块象牙牌 四个人玩时 每人两块 地图的中央放着一只碗 玩的时候 玩家往碗里投掷六粒头子 再计算点数 比如 四个人玩 那么一个人先将六粒头子 投掷到碗里 计算点数 最大的点数是三十六点 直到三十六点 这位神仙就可以去杭州 欣赏美景 比方说 吕洞宾直到三十六点 就把吕洞宾的象牙牌 放在地图上的杭州 然后 这人再为另一块象牙牌上的神仙制一次 所以 如果四个人同玩 每人要制两次 八人同玩 每人制一次 不同的点数 代表不同的省份 也有大小等级之分 一次是 六粒头子全相同 六粒中有三到一对相同 最小的是 对一 对二 对三 如果哪个神仙倒霉 碰到对一 对二 对三 就得被流放出局 第一个周游全国而回到皇宫的 就算是赢家 我把这些读给太后听 她非常高兴地说 我不知道你可以读得这么好 这个游戏是我的发明 我教给过三个女官玩 教她们可累死我了 为了让她们学会这游戏 我得先教给她们认字 但她们学得特别慢 她们还没学会我就灰心了 我肯定 你现在就知道该怎么玩 听到这些女官们如此无知 我非常意外 我以为她们肯定都非常博学 所以从来不敢在她们面前展示自己中文方面的知识 我们开始游戏 太后的运气非常好 她的两位神仙总是跑在我们的前面 一个女官对我说 老祖宗玩这个总是能赢 你肯定会很惊讶的 太后笑着看着我说 你没办法追上我的神仙的 然后她又说 你今天第一天玩 如果你的任何一个神仙 能够超过我的某个神仙 我就给你一件很好的礼物 加把劲吧 我想 我永远都不会追上她的神仙的 因为她们都遥遥领先 但是我还是在不断努力 太后对我说 我制头子时 应该把自己想要的点数喊出来 我照办了 但是制出来的点数 却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 这引得太后一阵哈哈大笑 我不知道我们玩了多长时间 我们一直都在计算 到底谁会是第二个胜出的人 结果是我的一个神仙 于是太后对我说 我肯定你赢不了我 没有人能赢我 不过你能仅次于我 我还是会给你礼物 说完 她吩咐一个丫鬟 给她拿一些绣花手绢来 那个丫鬟拿来了几条 不同颜色的手绢 太后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 然后递给我一条粉色的和 一条淡蓝色的 上面全都绣着紫藤花 她说 这两条最好 我想让你拿这两条 我正准备磕头谢恩 却发现自己的腿动不了了 我费了很大劲 才勉强跪倒在地上 太后大声地笑了起来 你看你 还不习惯这么长时间地站着 腿都不会弯了 尽管双腿酸疼 但是我觉得 最好还是不要表露出来 所以只是笑着告诉太后说 没什么 我的腿只是有点僵了 仅此而已 她说 你还是到走廊里 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我当然很盼望能够坐下 于是就走到走廊里 发现皇后和几个女官 正坐在那里 皇后说 站这么久 你肯定累了 过来挨着我坐 我的腿非常僵硬 背也觉得很累 太后自己坐在舒服的宝座里面 当然不知道我们有多累 在北京的宫廷里面 穿洋装简直是不现实的事情 我一直希望太后 能快点让我们换成奇装 她每天都会提很多 关于外国服装的问题 还总说 这些外国衣服 并不比我们的漂亮 他们把腰束那么紧 肯定非常不舒服 我可不愿意那么折腾自己 但是 她却始终都没有让我们换掉 我们也只好耐心地 等待她的命令 皇后从衣袋里面 掏出手表 对我说 你们玩了足有两个钟头 我说 我觉得似乎更久 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 我们的太监 用竹扁蛋 挑来了四个 用薄木板做成的圆盒子 放在了我们坐的地方附近 其中一个太监 给我送来了一杯茶 我母亲和妹妹走过来的时候 这个太监就又端来了两杯茶 那里还有几个女官在闲聊 但是太监并没有给他们 我注意到 走廊的另一端 还有两个盒子 和这边的四个盒子一模一样 一个高个子的太监 漆好了茶 端给了皇后 皇后的茶是装在黄色的瓷杯中的 杯托和盖子都是银的 这个太监也没有给其他女官茶水 我困惑不解 这时候 一个女官走过来 坐在我身边说 你能不能让王公公 给我一杯你们的茶 要不 我得跑到长廊那头的小屋子里去取 我吃惊地看着她 因为我并不知道 那茶是我们私有的 不过我想 就让王公公给她一杯好了 以后再搞清楚缘由 我宁愿给出所有东西 也不愿在这些人面前表现出无知来 我们正在聊天的时候 太后出来了 因为我坐的地方正对着房门 所以我第一个看到了她 她还没走到长廊 我就站了起来 提醒皇后 太后来了 太后对我们说 现在差不多有三点了吧 我得去休息一会儿 咱们走吧 我们全都站成了一排 伺候她上轿 然后再上到各自的轿子里 这一次轿子走得非常快 还没有到达太后的请宫 我们就下了轿 快步走到她的轿子的前面 又排成一排 伺候她下轿 太后走进卧室 我们跟在身后 一个太监 给她端来了一杯热水 另一个太监 则拿来了一碗糖 太后用她的金汤匙 盛了两碗勺糖 放到热水里面 然后缓缓地戳饮着 她说 你们知道吗 睡觉或是躺下休息之前 喝上一杯糖水 能够安神宁气 我一直这么做 非常有效 然后她摘下了 头发上的珠花 我立刻把她们 放回到手势盒里面 送回到手势房里 等我出来之后 太后已经躺在床上了 她对我们说 你们走吧 去休息一下 我这儿用不着你们了 太后说 我想看看你们这些人吃东西 你们怎么都站在那一头呢 好吃的可不在那边 你们都到这边来 到皇后身边来吃 于是我们就移到了桌子的另外一头 太后站在我身边 指着一条熏鱼 让我尝尝看 因为那是她最喜欢吃的 她说 随便吃 就跟在家一样 你知道吗 你不能输给周围这些人 你肯定能够胜出 如果谁对你不好 就告诉我 说完 她就出去了 说想要再走走 我注意到 几个女官看到太后那么照顾我 脸色不是很好看 看得出来 她们有点嫉妒我 但是这丝毫不会令我困扰 我在慈禧身边的日子 零八 玉前女官 尚 作者 德林公主 王秀丽毅 我们从太后房中退了出来 不过 我注意到 有两个女官 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 一个女官告诉我说 真高兴 今天能够休息一会儿 我已经连续在这儿待了三个下午了 起初我不明白她到底在说什么 她又说 哦 还没有轮到你们当职呢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规矩了 太后午睡的时候 我们必须留下两个人在这里照顾 看管那些太监和丫鬟们 我觉得这实在太可笑了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得留在太后的房间里 皇后说 我们最好马上就退下去休息一阵子 要不太后起来 我们就休息不了了 我当然丝毫不知道 太后能够休息多久 于是 我们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直到回到自己的房间坐下来时 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累 那时已觉得自己精疲力竭了 对我来说一切都十分陌生 我根本不习惯在早上五点钟起床 我坐在那里 思绪却又飘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时候 我常常去参加舞会 五点过后才会上床睡觉 而现在却需要在这个时候起床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周围的环境对我来说 也都是全新的 那些太监们跑来跑去的伺候我们 就如同女仆一般 我真想告诉他们 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希望他们能够退下 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 可他们依然给我们端来了 茶水和各式点心 还问我们需不需要其他什么东西 我正准备去换一身舒服点的衣服时 一个太监走进来 并告我说 有客来了 然后两个女官和一个 大约十七岁的女孩走了进来 我进宫的那天早上 见过这个女孩 但是没有人给我引荐过她 另外两个女孩说 我们过来看看你们过得是否舒服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非常和善 但是却并不喜欢他们的相貌 他们把那个长得很难看的小女孩介绍给我 说她的名字叫长寿 她看起来瘦弱不堪 根本不像长寿的样子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 她向我行礼 我就还了半礼 面对太后皇上和皇后的时候 我们要跪地行礼 而面对比我们等级低的人的时候 我们要站得直直的 等着等级低的人先行礼 然后稍微屈下膝盖作为还礼 这样就是半礼 另两个女孩接着说 长寿的父亲只是个小官 所以她在宫里没什么地位 算不得女官 不过她也不是丫鬟 听到这样的介绍 我几乎快笑起来了 真想知道这个女孩是干什么的 早晨的时候 我看到她和女官们一起坐着 所以我就请她也多坐了 那两个女官问我是否觉得累 喜不喜欢太后 我回答她们 我觉得太后是我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 虽然没来多久 不过我非常的喜欢太后 她们看着长寿 一味深长的相视一笑 她们这个样子真让我恼怒 她们说 你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地方吗 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我说 我想多待一段时间 我会尽自己的能力 去伺候太后 辅佐太后 因为她一直都那么和善地对待我们 而且为君主和国家服务 也是我的职责 她们笑着说 我们真替你感到惋惜 不管你在这儿怎样辛苦工作 也休想得到任何褒奖 你如果真的按你说的那样做 会招致所有人的嫌弃的 我搞不明白 她们在说些什么 或是想要暗示什么 我觉得一切都怪怪的 最好就此打住 所以我立刻转换了话题 我问她们 谁给她们梳头 谁给她们做鞋子 就像她们询问我一样 她们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丫鬟做的 长寿对那两个女孩说 把这宫里的事情都告诉她 我肯定等她自己看到了那些事情 会改主意 我不喜欢这个长寿 她的脸就让我没有什么好印象 她看起来整个人都小小的 小小的脑袋 薄嘴唇 笑起来谁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脸上却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不想给她们机会搬弄是非 所以想说点别的 但是她们都很机灵 发现我在用尽办法阻挡她们 所以就直接说道 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你吧 别人不会知道的 我们非常喜欢你 所以想给你一些提示 希望你不管遇到什么麻烦 都能尽可能的保护自己 我告诉她们 我在做事时会尽量小心的 不会惹上什么麻烦 她们却大笑了起来 说那没什么意义 太后总能挑出错的 她们说的这些我都不信 我想告诉她们 我不想听这些东西 但是又一想 我最好还是先听听她们说什么 而不要冒犯到她们 因为我不想树敌 所以我说 我觉得老祖宗那么和善好心的人 怎么可能去挑我们这些小女孩的错呢 我们都是她的人 她怎么处理我们都行啊 她们说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地方有多险恶 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那些痛苦和折磨 我们敢肯定 能够陪着太后 做御前女官 你一定非常高兴 非常骄傲 只是你受苦的日子还没到呢 你刚来而已 的确 她现在对你很好 但是等到她烦你了 看她会如何带你 我们都受够了 全都知道宫里的日子是什么样子 当然 你肯定听说过 实际上是李莲英在老祖宗背后统治这个地方 我们全都害怕她 她假装自己没办法左右老祖宗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如何处罚某人 常常都是她和太后商量的结果 如果我们有人做错事了 总是跑去求她放过我们 然后她说 她没办法左右太后 不敢在太后面前说话 害怕太后会骂她 我们讨厌所有这样的太监 他们都是坏人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你受宠 他们就对你特别客气 可是像我们 就天天受他们的气 真让人受不了 老祖宗喜怒无常 她今天喜欢一个人 明天就可能对这个人恨之入骨 她很会闹脾气 从来都不会讲什么恩情 就连皇后都害怕李莲英 对她客客气气的 实际上 我们都对她客客气气的 他们说了很长时间 我以为他们会没完没了下去 这个时候 王公公进来给我们端来了茶 我突然听见远处传了一阵喧哗 所以就问王公公怎么回事 那几个女孩们也在留心听着 这时一个小太监飞奔进来 告诉我们说 老佛爷起来了 女孩们站起身来说 他们得立刻回到太后身边 然后就走了 他们的拜访让我很不高兴 我真希望他们根本就没有来过 特别是他们告诉了我 那么讨厌的事情 听他们这么谈论太后 我觉得很难过 我从第一天来就非常爱戴她 所以决心把他们告诉我的事情 都忘掉 让我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是 我要立刻去太后那里 而根本没有时间换衣服 来到太后房间的时候 我看到太后盘腿坐在床上 前面摆着一张桌子 她笑着问我 你休息得好吗 睡着了吗 我说我没有睡 我不习惯在白天睡觉 她说 等你像我这么老了 你就能随时睡着了 现在你还年轻 喜欢玩 我猜 你一定上山去摘花了 因为你的样子 看起来挺累的 我只是回答说 是的 这时 刚才那两个说太后闲话的女官走了进来 掺着太后去洗漱 太后洗好脸 梳好头 一个丫鬟给她拿来了鲜花 那是白茉莉和玫瑰花 太后把她们别在头发上 对我说 我喜欢鲜花 比那些珠宝首饰好 我喜欢看着这些花花草草 一点点长大 我还亲自给她们浇水 你来了之后 我一直都很忙 还没有去看过我的盆栽呢 吩咐她们 准备晚饭 我饭后要去走走 我走出她的房间 向太监们传命 如同往常一样 我们端来了小点心 这时太后已经梳洗亭档 坐在大厅里 把玩着她的纸牌 太监们如同往常一样 走进来摆桌子 太后不玩了 开始吃东西 她问我 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我说我很喜欢和她在一起 她说 巴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总听人提起那 你在那里的时候开心吗 现在还想回去吗 你们离开中国三四年 一定很不容易 我估计 你们接到父亲 任马回国的命令时 肯定都非常高兴 我只能回答说 是的 如果告诉她 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 难过极了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她说 我觉得我们中国什么都有 就是生活方式 可能不太一样 跳舞是怎么回事 有人跟我说过 是两个人拉着手 满屋子的跳 要真是这样 我真看不出 有什么好玩的 你当真跟男人们 跳来跳去过吗 他们对我说 好多老女人 头发都白了 也跳舞 我给她解释了 总统组织的舞会 还有那些私人舞会 化妆舞会的 太后说 我不喜欢这种化妆舞会 如果大家都戴着面具 你就不知道 你和谁一起跳舞 我解释说 人们在邀请来宾的时候 会十分斟酌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得体 就难以进入上流的社交场合 太后说 我想看看你怎么跳舞 一会儿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吗 于是我出去找我妹妹 发现她正在和皇后说话 我告诉她 太后想要看跳舞 我们得给她表演表演 皇后和其他的女官都听到了 全都说他们也想看看 妹妹说 她注意到 太后的卧室里面 有一个大流声机 也许我们可以去找找看 有没有伴奏的音乐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便向太后提起那台流声机 她说 哦 你们一定得跟着音乐跳吗 听她这么一说 我几乎笑出声来 我告诉她 有音乐会好一些 否则可能把握不好节奏 她吩咐太监们 去把那台流声机 搬到大厅来 说 你们跳吧 我吃着饭看 我们翻阅了一大堆唱片 但是都是中国的曲子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张 华尔兹的音乐 于是就开始跳了起来 我们注意到 有很多人在看着我们 也许他们多半觉得 我们准是疯了 等跳完之后 我们发现太后对着我们大笑 她说 我怎么着都做不到这样的 那么一圈圈的转来转去 你们不晕吗 我猜你们的腿肯定也很累了 不过倒是很好看 就跟几百年前的 咱们中国小姑娘们 跳的一样好看 我知道这样肯定不容易 一个人得非常高雅 才能做得来 不过我觉得 如果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孩这么跳舞 肯定不好看 我不赞同男人的手 还要搂着女孩的腰 我更愿意看女孩子们一起跳 在我们中国 女孩子从来都不会 和一个男人离那么近 我知道 洋人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这么看起来 他们比我们开放 他们洋人真的 一点都不尊敬父母吗 真的会打父母 还把父母赶出家吗 我告诉他 并不是这样 这些关于洋人的说法 都是不对的 然后他说 我知道了 也许是偶尔有人这么干 人们就错以为 所有的洋人 对父母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明白了 中国也有这样的事情的 我真好奇 是谁对他这么信口开河 让他信以为真的 我在慈禧身边的日子 零八 玉浅女官 夏 作者 德灵公主 王秀丽毅 吃完晚饭 才刚刚五点半 太后说 她想要沿着长廊走走 所以我们就跟在她身后 不论什么时候 太后去什么地方 总是会有一大群人跟着 就和早朝时一模一样 太后把她的那些花卉 一一指点给我们看 并说都是她自己种的 我们走到长廊尽头 大约花了一刻钟的时间 太后 太后吩咐把她的凳子 放到一间凉亭里头 这些凉亭都是用竹子 建成的 完全没有用其他材料 里面的家具也都是用竹子 做成的 太后坐下来之后 一个小太监 马上拿来了茶和金银花 她吩咐太监 给我们也拿些茶来 太后说 这是我享受生活的简单方式 我喜欢看乡下的风景 我还想领你看好多漂亮的地方 我肯定 等你看完之后 就再也不会喜欢国外了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风景 都没有办法和中国比 有些从国外回来的大臣 总是告诉我说 外国的那些树和山都非常难看 蛮荒一片 是真的吗 我立刻就明白了 那些人之所以这么说国外 肯定是为了哄太后开心 所以我告诉她 我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 都发现了美丽的景致 但是都和中国的截然不同 说话的时候 太后说她觉得冷 便问我 你冷吗 你看你的那些太监 都站在那边 什么都不干 下次记得告诉他们 替你拿着围巾斗篷 我觉得这些外国衣服 肯定不怎么舒服 穿着既不够暖和 也不够凉快 腰还竖得那样紧 我真不知道 你们怎么吃得下饭 太后站了起来 我们全都跟在后面 缓缓地走回了她的寝宫 她又坐在大厅的小宝座上 开始玩纸牌 我们便退到走廊中 皇后对我们说 你们肯定特别累 我知道你们肯定还不习惯 这么一天忙到晚 一点休息都没有 你们最好穿上旗装 那样就舒服多了 做事也方便 看看你们的裙摆那么长 走路的时候还得提在手里 我告诉她 如果能够换衣服 我肯定高兴死了 可是太后没有命令 我也不敢自作主张 皇后说 的确你自己别提 我肯定太后很快就会让你换衣服的 她现在只是想知道 外国的女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如何穿衣打扮 所以才让你们穿着巴黎的衣服 来参加游园会的外国女人 有些穿的是毛纺的衣服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 外国女人的打扮不如我们华贵 直到见到波兰考夫人之后 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你记得太后怎么跟你说的吧 她说 这个波兰考夫人和她见过的其他外国夫人都不一样 穿的衣服也非常特别 那是件手绘薄绸衣服 太后非常喜欢 我正和皇后说话的时候 所有的电灯一下子都亮了起来 所以我进去问太后 是不是有什么吩咐 太后说 我睡觉前咱们玩一轮头子吧 于是我们又开始玩中午时玩的那个游戏 这次我们只花了一个钟头就结束了 太后又赢了 太后对我说 你怎么就不能赢一次呢 我知道她是在跟我开玩笑 于是就说自己手气太糟了 她笑着说 明天记得把话子反着穿 这是个能赢的兆头 我告诉她 我知道这会让她开心 在太后身边这几天 我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她 我看得出来 顺着她的意思是最能取悦她的 太后说她觉得累了 让我们给她拿一杯牛奶来 她对我说 我想让你在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到旁边屋子里的佛前烧香磕头 我希望你不是洋教徒 如果是那样 我就觉得你不是我的孩子了 告诉我 你不是 我根本没有想过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不得不说 这个问题可真难回答 为了自我保护 我只能说 我和基督教没有半点关系 这么欺骗她 我觉得自己有罪 可是显而易见的是 必须这么做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我知道 我得立刻回答她的问题 因为绝对不能让她看到 丝毫的犹豫 这样会引起她的怀疑 虽然我的脸上 什么都没有表露出来 但是却紧张得 连心跳都快停止了 欺骗了她 使我觉得很羞愧 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诚实才能使人问心无愧 听到我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后 太后笑着说 我真佩服你 你和洋人打过那么多交道 也没有接受他们的信仰 反而能坚持自己的信仰 永远坚定下去吧 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么高兴 我以前一直怀疑 你肯定信了外国的神呢 我知道 即使你自己不相信 他们也能想办法让你信的 现在我得去睡觉了 于是我们帮她宽衣 我注意到 她睡觉的时候 只带着一对玉镯子 我像往常一样 把她摘下的首饰收了起来 她换好了睡衣 躺在丝绸被子中 对我们说 你们退下吧 我们又向她请了安 然后从她卧室中退了出来 大厅中冰冷的石头地面上 站着六个太监 他们都是守夜的 一整夜都不能睡 太后的卧室里面 还有两个太监 两个丫鬟 两个嬷嬷 有时候还会留两个女官 这些人也不能睡 那两个丫鬟 要整晚给她按摩双腿 两个嬷嬷 是在那里监督丫鬟的 两个太监 负责监督嬷嬷 而两个女官 则负责监督他们所有人 以防他们犯错 所有人都是轮流值班的 因此 有时候轮到不那么可靠的太监 就必须留两个女官 所有人当中 太后最信任女官 这都是我从一个守夜太监 那里打听来的 得知这些的时候 我简直惊讶不已 有一个女官告诉我 按照惯例 每天早晨 要有人轮流去 太后的卧室里叫醒她 第二天就轮到了我 我妹妹是后天 说这个的时候 她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 刚一开始 我并不明白 但很快就理解了 我问她 该怎么来叫醒太后 她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但是要小心 别惹她生气 今天早上轮到了我 我知道她前一天非常累 所以我就稍微大声了点 结果她非常生气 起床的时候 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因为我叫醒她时 已经很晚了 太后起床晚了 就经常骂人 她总怪我们声音不够大 才没有及时叫醒她 但是我觉得 她还不会骂你 你才刚来没多久 不过等几个月之后 估计有你好看的 这个女官说的话 让我满腹狐疑 因为通过我目前 对太后的观察 我还是无法相信 她会随便对一个 尽职做事的人 发脾气 我在慈禧身边的日子 零九 光绪皇帝 一 作者 德灵公主 王秀丽一 由于害怕 叫太后起床时迟了 第二天 我特意早起了一些 匆匆忙忙 穿好衣服 赶到太后寝宫的时候 走廊前已经坐着几个女官了 她们笑着叫我和她们一起坐一会儿 因为现在还有些太早了 我得知要在五点半的时候 叫醒太后 几分钟后 皇后来了 我们全都向她请了早安 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她问太后是否醒过来了 今天是谁当职 去叫太后起床 我说是我 她便吩咐我 立刻进到太后的卧室里面去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 发现几个丫鬟站在里面 还有一个御前女官坐在地上 这个女官一整晚都在值班 看到我进屋 她站了起来 轻声对我说 既然我来了 她打算回去换一下衣服 梳洗一下 而我在太后醒来之前 不能离开房间 这个女官走了之后 我走到窗边 说道 老祖宗 五点半了 太后脸朝着墙 看也没看是谁在叫她 就说 退下 我可没告诉你 五点半来叫醒我 六点再来 然后就又睡着了 我一直等到六点 然后再次把她叫醒 她醒过来说道 真讨厌 你怎么这么麻烦 说完这个 她环视一下 发现是我站在床边 哦 是你呀 谁叫你来叫醒我的 我回答说 一个御前女官告诉我 今天轮到我当职 来叫老祖宗起床 真有意思 没接到我的指示 他们怎么就敢随便给你命令呢 他们都知道这个差事不怎么好处理 因为你是新来的 就把事情退给你了 我没有回话 这一天 我始终小心地伺候着太后 但是发现 这并不容易 太后对任何事情都非常严苛 不过后来 我设法尽量用新奇有趣的事情 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让她的心思 从正在动怒的事情上转移开 这样在叫她起床的时候 就少了很多麻烦 你们肯定想象不到 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时 我有多么高兴 因为那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我又累又困 立刻就宽衣上床 我觉得自己头一沾枕头 肯定就能睡着 接下来的日子 几乎完全一样 早上例行的早潮 当然始终都忙忙碌碌 我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在宫里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开始对宫廷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喜爱之情与日俱增 对待我们 太后总是非常慈爱和善 领着我们去看义和园里面不同的地方 我们去看了她的农庄 农庄位于湖的西侧 需要穿过一座很高的拱桥 才能到达 那座桥叫做玉带桥 太后经常带我们乘船从桥下经过 或是绕着湖边步行 她好像非常喜欢 在桥的顶端歇下来 坐在她的凳子上喝茶 实际上 这真的是她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她每隔四五天 就去看一次她的农庄 如果能从中收获一些蔬菜 或是粮食带回来 她总是非常高兴 她还会在一个庭院里面 自己烹饪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总是卷起袖子给她帮忙 我们还从农庄中 带回来新鲜的鸡蛋 太后就教我们怎么做茶叶蛋 太后的炉子非常特别 是用黄铜制成的 里面砌着砖 没有烟囱 可以随意搬动 太后告诉我 先把鸡蛋煮熟 然后再把蛋壳敲碎 但是却又不能让蛋壳脱离 然后加入半杯红茶 盐和其他调味料 太后说 我喜欢田园生活 感觉比宫廷生活自在 看到年轻人快快乐乐的 我就觉得开心 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那种一个人待着时 也要盛装打扮的贵夫人 虽然我现在已经这把年纪了 但是我依然还很贪玩 我们的茶叶蛋做好之后 太后会先尝尝 再让每个人都尝一下 然后问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比厨子做出来的要好吃得多 我们全都说是 我们就是做着如此的趣事 度过了宫廷中漫长的时日的 每天早上 我都能见到光绪皇帝 只要我有时间 他就总是问我几句英文的问题 令我惊讶的是 他懂得的英文单词 竟然也不少 另外我也发现 他的好奇心格外强烈 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和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 就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会大声笑 也懂得开玩笑 可是只要太后在场 他就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样子看起来甚至很色 有很多上朝时 见到他的人都曾告诉我 说他外表木讷 沉默寡言 而我现在每天见他 对他的了解则更加深刻 在宫里的时间 已经那么长了 我可以断定 他是中国最睿智的男人之一 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头脑敏锐超群 只是他始终没有机会 展现出来 很多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是光绪皇帝 是否真的有勇气或者智慧 当然 宫外面的人 对于宫里的规矩 有多么严格 根本没有概念 也不会明白 其中的长幼之许 为了这些规矩 皇上不得不在 很多事情上面妥协 我曾经和他 常谈过很多次 发现他是一个聪明的人 而且非常有耐心 但他的生活并不快乐 从小时候起就病样缠身 他告诉我说 他几乎没有怎么学习过艺术 但是他却有这方面的天赋 他生下来就是一个音乐家 对所有乐器都能无师自通 他喜欢钢琴 并且总是让我教他 大殿里面有几架 非常漂亮的三角钢琴 他对外国音乐的品味 也非常好 我教了他一些 简单的华尔兹曲子 他很快就弹得像模像样 我发现 他是一个好同伴 好朋友 他信任我 经常向我诉说 他的麻烦和痛苦 我们经常谈论西方文明 他对一切非常熟悉 这让我深感惊讶 他曾经反复向我讲起 他希望自己国家富强的雄心 他热爱自己的子民 只要出现饥荒或是洪水 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去镇际灾民 我注意到 他总是对人民的苦难 感同身受 有些太监 经常捏造一些谎话 说他非常暴力 如此等等 我进宫之前 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而实际上 他对太监非常和善 不过 主仆之间 还是有着明显的分界限的 他从来不允许太监 擅自开口对他讲话 也从来不愿意 听任何闲言碎语 我在宫中待的时间足够长了 知道那些太监 都有多么刻薄和恶毒 对于主人 他们没有丝毫敬意 他们来自这个国家 最底层的阶级 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道德 甚至没有感情 即便是对待彼此 他们也是一样 宫外流传着许多有关 光绪皇帝性格的说法 但是朋友们 请你相信 很多事情 最初都是太监 对家人讲的闲话 然后才流传出去的 为了让故事有意思 他们总是极尽一切之能事 扭曲真相 添油加醋 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 都是如此得到 关于宫中的信息的 我在宫中的时候 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不止一次 是这样的信息的 请不吓点词 在宫中的 对ique